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世界各国对于制空权越发看重 在这样的前提下 上世纪50年代的美苏两国国都开始不断地研发各种新型战机 力求在未来可能爆发地战争之中取得制空权 时至今日 在经过数十年的研发以后 战斗机的发展终于到了五代战机 而我们国家也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五代战机 歼20 原本按照实际情况 来讲 当新型战机出来以后 老式战机就会被逐渐淘汰 毕竟两者相互比较 新式战机的性能优势注定是很明显的 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射击生产的F4战斗机 至今仍在批量服役 不少人难以理解 这种鬼怪式战斗机究竟有何特殊之处 为什么能够一直持续存在到今天 在了解相关问题之前 我们可以首先了解一下 这款战斗机的基本情况 作为第二代喷气战斗机的典型代表 这款战斗机的外形相较于其他同时期的战斗机 是十分奇特的 尤其是尾部以赴23度角向下布局 更是给人一种十分沮丧的感觉 除此以外 这种战斗机在设计时还提出了一个十分超前的理念 那就是利用空空导弹来应对未来空战 只可惜在那个年代 由于雷达技术以及制导技术并不成熟 所以在选择用空空导弹来替代传统机炮的情况下 F4的实际战斗力十分让人失望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为什么这款二代战斗机 即便到了今天仍然在许多国家之中服役呢 事实上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第一个原因就在于这款战斗机本身是舰载机出身 而舰载机相较于陆基战斗机 最大的特点就是机身结构往往更加强悍 机体寿命也会更长 因此 像以色列 土耳其 日韩等国 在对战机数量有相当要求 且又不舍得 轻易淘汰战斗机的国家来说 像F4这样的战斗机 其实既战斗力或许不如其他战斗机 但在执行相关作战任务的时候 也一定会为军队的战略部署提供帮助 在这样的情况下 F4战斗机自然可以继续批量服役 其次 尽管在F4刚刚研发成功的时候 因为其他因素的制约 导致空空导弹的作战方式 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三代机 次代机出现以后 通过空空导弹来取代传统机炮的空战模式 已经完全成型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作为空空导弹作战的鼻祖 F4的价值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不仅如此 在后续的发展之中 其他国家对这款战斗机也进行了升级维护 让这款战斗机拥有了 不输于三代战机的实际战斗力 除去在面对中美俄这几个一流军事强国之外 这个略显古老的传统战斗机 对于一些缺乏三代战机的国家